时隔5年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七法会议 在台湾时间30号早上7点到12点以视讯方式展开 双方讨论内容包括供应链、智慧财产权、数位贸易、药品衣材等11项议题 这次台湾派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 台美事务委员会主委杨真宁 税理相关部会与美国对谈 杨真宁是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首位女局长 过去有丰富的经贸谈判经验 而美国则是派出美国贸易代表署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 率领美国各单位预谈 而就在台美召开七法期间 美国白宫发言人莎琪也被问到 美国提供疫苗是否为了换取台湾半导铁作为交换条件 沙琪日前也在媒体简报会上强调台美贸易投资关系十分重要 美国会强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 新唐人也在电视高阵的约引入整理报导 美国提供